继续带您来关心的是 听障奥运一系列的活动 在9月就要登场了 还包括有听障模特儿选拔 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只要努力表现出自己100% 不要怀疑不是家里的电视 没有声音 也不是现场的音响坏掉 听障奥运一系列活动 9月就要登场的听障模特儿选拔 就是要证明一般人可以表现的 听障者也没问题 甚至大家还自动自发发动了募捐 虽然没有办法打电话捐款 但是听障者用自己的方式 也能帮助台湾变得更好 虽然没有音乐 动作也不太整齐 但是却很仔细 也很认真地呈现自己最有自信的那一面 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 一举手一投足 其实都要让大家看见无声的力量 因为我本身那时候四年前 有学了五年的舞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比较没有经验就是模特儿 比如说走秀 那时候有老师教我们 所以其实虽然会紧张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给我的收获其实很多 台北国际听障嘉年华会 9月5号到9月15号正式登场 除了有听障才艺模特儿的选拔活动之外 还有摄影比赛 听障文化展览等等 透过听障奥运的相关活动 要让大家更了解听障者的无声世界 中天新闻 红旭妹郭建信 台报道